看完後才發現,很多用iPhone 的人,實在是愧對家拍師 很多人花了四五千買部蘋果,結果只用到四五百塊錢的普通手機功能 iPhone 不為人知的功能 常用技巧 1. 篇寫短信的時候,如果想把寫的內容全山調 只需仿動你的iPhone幾下,會彈出個窗口,選擇撤銷進入就可把內容全山調了 不用按著山隨見半天如果想把江山調的內容恢復 仿動iPhone 選擇重造建入,江山調的內容就回來了 如果是江簾貼過來的,仿動可以撤銷簾 2. 大家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想輸入及quad,到及quad,小圈圈 這個單位符號,可時走不到 現在告訴大家,在數字鍵盤上按著零不動,就會出現此符號 3. 如果短信來了,正考旁邊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就看到了你的短信內容 怎麼版?下面就交給大家,設置短信界面關掉顯示如欄 這樣短信來的時候就只有號碼或者來電人名料,身邊的人就不會看到你的短信內容了 有些朋友發現電用的非快,其實是你開料沒必要而有廢電的東西 設置Wi-Fi關閉,設置郵件或取新數據關閉,設置通用定位服務關閉 設置通用藍牙關閉,設置亮度自動亮度調節關閉 另外每個月至少保證一次電循環,電循環,只把手機電用到自動關機,再連續衝六至八個小時五 蘋果有二十七萬個應用程序,正常可安裝二千一百六十個軟件 但軟件多了經常要升級,導致圖標出現小紅點,升級又麻煩,覺得非常窄眼 相信大多數人都有的感覺通過設置就可解決了,設置通用訪問限制不啟用安裝應用程序 回到桌面就沒有這個圖標了,還可以防止亂下軟件錄,你還在圍睡覺時聽歌,睡著後歌曲應放過不停而煩惱嗎? 其實iPhone指帶的時鐘工具裡可以選擇定時關閉Wapport 先進iPhone指帶的時鐘,然後進計時器,再進計時器結束時,在裏面找到report睡眠模式 即可使用7.蘋果應用教程 iPhone通訊錄不得不說的秘密如果說現在什麼手機最被人瞞說期望,那麼一定非iPhone莫屬 但是當大家真正拿到這款手機的時候卻有很多問題困擾著我們,手機在使用習慣上算是顛覆式的感覺 也使最讓我們頭痛的就是怎樣將原有通訊錄中的大量聯繫人道入伯 如何將不喜歡的人加入黑名單呢?看了下面你就知道了,打開該用戶的資料頁,在底部你就會發現 連交黑名單的抗扭了,將他加入黑名單,你和他將自動解除關注關係 並且他不能再關注你,不能再吸你化評 私信9.在待機黑評狀態,長按向見,然後會出現藍評,進入語音呼叫狀態 正常說話速度說出你要呼叫的電話號碼,即可呼叫 10.如何調節iPhone物認字號大小呢?使用手機約曆 短訊 右鍵和備忘錄過程中,覺得物認字號太小的話 可以通過 設置通用輔助功能大文本,進行設置六種文本公理選擇 11.寫短訊 發微博、書網指和輸入密碼時,可能經常要輸入大寫字母 必須按一下鍵盤的箭頭鍵才能輸入一個大寫字母,比較麻煩 不過只要,設置通用鍵盤啟用大寫字母所定鍵 再遇到需要輸入大寫字母時,只要連續看以下鍵盤 變顏色後,就可以連續輸入大寫字母了轉發給各大蘋果用戶吧 1.密用第一頁的App Store按鈕是安裝和自動更新軟件的地方 2.奉勸機器苦手女生和懶得折騰的人都用它安裝軟件 建議遠離91手機助手點3,按住頂端的鍵持續幾秒是關機 它就叫關機鍵,給那些把所評當關機用的 4.同時按住關機和去音可以直逃,非常實用 5.計算器橫過來時科學計算器,非常實用 6.系統自帶的定時器可以讓Apple睡眠用法 7.睡前聽音樂,設定半小時後休眠,這樣半小時後音樂自己就停了 不緊Lipode,諸如Tokyo FM,這樣的廣播軟件也一樣有效 7.計算器表面上是沒有推隔鍵的,但是只要在數字屏幕上向左或向右畫 就可以推隔把Safari下的加號點進去有一個保存自主屏幕以後 就可以從桌面直接打開了9.晃動iPhone iQuart Touch隨機播放音樂原裝的耳機上的麥克風 按一下暫停,兩下連按快進,三下連按後退到歌點按視想一手下一手 按住不動視同一首歌旅前進快退拾,按住線控的抗扭不動會進入語音識別 可以拔打電話,譬如說,拔打XXX或詢問,哪個樂隊的抹線控場案 行件也一樣,限3GS4,11,自帶的Guru地圖具有很方便的街景模式和簡單導航功能 街景視地圖點的左邊有小人圖標的話,點小人,限部分國家 道行就是查起點鐘點,會提示你前方多少米拐彎等12,播放音樂時,再代機,鎖屏,畫面或著畫面連按兩次向見 可以呼出控制iPod的窗口,比喻下一手,暫停等也可設成相機等13,輸入短訊時, 訪動小i就相當於c.t.r.l.加z輸入畫面 訪動iPhone可提示撤銷操作如果你打字想輸入及quad到quad小圈圈 這個單位符號時,可以在數字鍵盤上按住0不動,就會出現這個符號.14 瀏覽網頁時,可以點擊Status Per狀態跳,快速跳至頁面頂部,機時本等通用 15,播放電影,音樂時想快進或者倒退的速率單位更加精確的話, 可以按住播放進到條上的小圓點不放手,並且原期播放進到條的水直方向向下移動 越向下移動,快進速率精度越高16 在iPhone裡隱藏音頻文件,在iTunes裡選中你想要隱藏的音頻, 然後右鍵顯示簡介在歸類中輸入Explicit,然後同步到iPhone中, 在iPhone上點設置通用限制啟用限制,然後在下面的音樂與Podcast中開啟Explicit 在常規標籤下找到導入設置,選擇Apple Lossless解碼器, 確定後找到下載的Ape、Flag音頻後右鍵添加自新盤後會自動虛擬一個 C.D.推動器,並讀出音樂文件,這時的iTunes就會自動詢問是否導入C.D. 有Internet連接的更可以直接獲得C.D.鬼道和相應信息,非常方便 P.S. 如果是分軌文件,即可用Fuber外加一個Apple Lossless的插件可以實現轉換 或者Fuber,千千淨聽直接轉Wave後,導入到iTunes中,選中文件, 由建創建Apple Loss版本也可實現操作,Flag Ape轉Wave時,不會造成音質上的損失, 因此這種方法轉的Lossless還是無損的18,打字時輸入兩個空夾可以輸入Cupquad Cupquad,可切至關閉此快捷,19.1你最感興趣的位置,相機會自動對焦到那裡,限3GS4 20.有來電,按一下關機見證音,按兩下距距點21,患有長按向8秒可以終止任何死掉的程序 長按按加電源鍵是強制關機,點22,關機狀態下長按按按加電源鍵,等出現蘋果後,放開電源鍵 HOME不放開,幾秒後可以進入DFU模式,可以連上iTunes進行重拆,用於固件拆機,小白神用 23.畫筒HUT與揚聲器位置,3GS右邊位畫筒,左邊是揚聲器 iPhone 4則相反點24,相機快門聲音不可關閉,但可看著揚聲器,隔音效果很好 一今天從論壇和網上收集整理的iPhone快捷鍵操作 雖然表面上iPhone按鍵只有一個向鍵,大部分操作都依賴觸摸平 但是擋不住各種組合POWER鍵加向鍵的組合 短按、長按、按住並保持、雙擊、下拉、向左向右滑動、點擊頂部狀態條等等 收集不存的地方歡迎大家幫忙補充 追求完美 1.開關機關機 在iPhone開機狀態下 on power鍵3秒出現關機滑快 滑動關機開機 在iPhone關機狀態下 on power鍵1秒出現蘋果Logo 開始啟動自動關機 在iPhone開機狀態下 同時on power鍵加向鍵保持7秒 期間會出現關機滑快的自動關機緩醒 在待機鎖定黑屏狀態下 按一下power鍵或向鍵 都可緩醒iPhone而來到鎖平狀態 這條大家都會 2.屏幕截圖開機狀態下 無論鎖平還是沒鎖平 同時on power鍵加向鍵 然後同時鬆開 屏幕白了一下並聽到照相的客察聲 這時你iPhone當前的屏幕已經被快照到照片附中 你可以打開iPhone的相拆查看料 也可以連接電腦在電腦裡再進行查看或者編輯 這條比較適合做iPhone教程用截圖 省的不知道還去找什麼截圖軟件來下載 3.退出軟件 退出運行的軟件 在軟件運行狀態下 未鎖平時 按一下向鍵 回到桌面強制退出運行的軟件 在軟件運行狀態下 未鎖平時 按向鍵不秒 回到桌面可用在軟件假死的時事 音樂播放在鎖平狀態下連按兩下向鍵 會出現report的簡單控制 播放、暫停、上一手和下一手 當然按照這樣的操作 4.環會在屏幕右下角出現相機逃標 觸摸之後即可進入該程序 體驗鎖平狀態下 瞬間進入拍照狀態進行拍照 但是拍完照片後不能進去相拆查看 因為你忙了把你手機解鎖了 抹滑動解鎖滑快的後果 在未鎖平狀態下連按向鍵 會進入電話個人收藏或是report 可以在設置通用主屏幕看扭中進行設置 iPhone隨機播放音樂原裝的耳機上 按一下暫停、兩下連按快進、三下連按後退到個 按住不動時同一首歌旅前進快退 我不帶用耳機聽 這樣的線控已經很牛了 5.電話 這邊新手門請注意了 實用的來了 線控耳機操作在這女很詳細了 拒接來電、電話來時雙擊電話頂部POWER鍵即可拒接來電靜音處理 按一下音量鍵或抗一下POWER鍵 來電會繼續 但零聲變靜音了鎖平狀態下掌按向鍵打開語音控制 不過識別率不高 可以語音撥號或播放歌曲等 可以設置音控內容來提高識別率 4.請在輔助功能裏改成中文語音 別看出來都是英文語音提示 線控接聽 原裝的耳機上 按下中央按鈕一次耳接聽來電再次 按下中央按鈕以結束動畫 Divit等於Content BG Class等於BG Grey Style等於PADDING BORTERM 20PX Important Divit等於Continue Desk部分內容已經隱藏 請按繼續閱讀來繼續瀏覽Div Div Class等於Text Center Div Style等於Display Inline Block Margin Right 15PX Important Margin Left 15PX Important Class等於Divit Div Class等於Citimate Size 1 Model等於2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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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等於C L Div Divit等於Height Content Class等於Height線控掛斷 按住中央按鈕大約2秒鐘 然後鬆開鬆開中央按鈕 會發出兩聲低音都到聲 確認你已拒絕了電話線控切換 切換到來電話已保留的通話 按下中央按鈕一次再次按下來切換回第一個通話錄 任務管理連按兩下項鍵可以敷出任務欄 然後掌按任務欄中的程序 程序坐上角出現清除按鈕 點擊由後台清除該程序 安項鍵返回到主頁程序7 程序快直瀏覽網頁時 Twitter、Reader等程序時 點擊頂部狀態條 快速跳至頂部 瀏覽網頁時 長按圖片可以保存到照片裏面去的瀏覽網頁時 雙擊相放大的區域 會自動按當前框架放大顯示計算器程序 計算器表面上是沒有推格見的 但是只要在數字屏幕上向左或向右畫 就可以推格網頁中間的某個區域是可以滾動的 如果用一個手指去拉動是沒有效果的 用兩個手指就可以了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下拉更新 多數程序中 向下滑動內容會更新或刷新內容 向左刪除 列表條目中 事事左右滑動條目 多數都支持 包括郵件 RSS等瀏覽網頁時 除按文字即可選中 然後根據自己的需要拖動選中框 學框選文字 框好後會發現有效背或是分享或是朗讀 幾乎所有的情況都有朗讀 尤其是在百度裡搜索的文字都可以朗讀出來 筆楚的功能8 程序圖標整理由於操作上的習慣 我們經常需要一些常用或是迫避的軟件 以不想解鎖後去一頁一頁的找 長按所有編輯的圖標 當出現抖動和差號時可以刪除和移動圖標 然後還可以對不需要或是同一類別的程序進行打包 對95%程序都適用 把這些圖標一層層疊起來 就可以打包了 還可以把這個打包合進行從命名全部弄完之後 然後再按響件確認整理完後看一下你的iPhone 事不事得乾淨 常用的程序都在合適的位置 方便你的觸控 看了也舒服 9. 問字輸入選中一段畫長按 拖動選框的兩個端點 之後考背 然後再另外的輸入框里掌按直至出來黏貼 黏貼打字時移動光標也可以長按 出來各方大驚 移動到要刪的地方鬆手 刪光標前一個字輸入法切換 長按地球件可以直接選所需要的輸入法 不用一次一次按著切換 短訊輸入時搖晃手機是有撤銷功能 等同於Word中的撤銷 發短訊的時候不必等待發送完 就可以按下向前去做別的 放心,短訊還是會正常發出的 特別是採訊,發送時間比較長 其實不用一直等在哪裡的 做自己的事,讓短訊自個發送去把他自己後台操作備忘錄 輸入時不刪除了,搖晃一下,就會有驚喜計算器 舉例來說,本來是123456乘以1237 沒想到最好按7時不小心按到了4你在數字顯示區域 用手指隨便左右或一下來修正10 拍照快速拍照,一直看著拍照按鈕,然後對準你要拍的東西馬上放手 你會發現,照片已經拍好了把側面的靜音開關打開後 這時照相機的快門聲也沒有了,方便偷偷偷 這都被你們研究出來啦 鎖屏狀態下快速進入拍照,請查看第四大點的11 關閉或打開旋轉屏很多情況下旋轉屏方便大家操作 但是有些情況你不需要此功能,因為有時候頻繁的旋轉屏幕會使你沒法專注於操作 你可以在任務管理器中關閉旋轉屏具體操作 快速連按兩下向鍵,屏幕下方出現任務欄 手指在任務欄上向右滑,一般的或者這個圖標是在任務欄最最左邊 所以要向右滑,直到滑出現一個向電腦重啟一樣的圖標,一個圓圈撞的 然後觸摸一下之後就鎖住了旋轉屏 當然要打開旋轉屏也是這樣操作 十二,恢復模式第一種方法,當屏幕可見時將你的iPhone關機 同時按住開關機鍵或響鍵當你看見白色的蘋果流舊時,請鬆開開關機鍵 並繼續保持按住響鍵,iPhone進入恢復模式後,鬆開響鍵 第二個方法,當屏幕不可見時同時按炮鍵加響鍵保持7秒,先將iPhone關機 若以時關機狀態取消此步並進行第二步同時按按炮鍵加響鍵 持續到第10秒的時候,請立即鬆開開關鍵,並繼續保持按住響鍵30秒 相信iPhone已經進入恢復模式,這時鬆開響鍵吧 這摩托輕鬆簡便的方法,親門是否得到了真傳呢? 句號,麥用第一頁的App Store按鈕是安裝和自動更新軟件的地方 二,奉勸機器苦手女生和懶得折騰的人都用它安裝軟件 建議遠離91手機助手點3,按住頂端的鍵持續幾秒是關機 它就叫關機鍵,給那些把所評當關機用的 四,同時按住關機和Helm可以直圖,非常實用 五,計算器橫過來是科學計算器,非常實用 六,系統自帶的定時器可以讓iPod睡眠用法 睡前聽音樂,設定半小時後休眠,這樣半小時後音樂自己就停了不緊iPod 諸如Tokyo FM這樣的廣播軟件也一樣有效 七,計算器表面上是沒有推隔鍵的,但是只要在數字屏幕上向左或向右畫 就可以推隔把Safari下的加號點進去有一個保存自主屏幕以後 就可以從桌面直接打開了9,仿動iPhone iQuart Touch 隨機播放音樂原裝的耳機上的麥克風,按一下暫停 兩下連按快進,三下連按後退到歌點按視相一手下一手 按住不動時和一首歌旅前盡快退拾,按住線控的抗扭不動會進入語音識別 可以撥打電話,比如說,撥打XXX或詢問 哪個樂隊的沒線控場按下空間也一樣,限3GS4 十一,自帶的Guru地圖具有很方便的街景模式和簡單導航功能 街景視地圖點的左邊有小人圖標的話 點小人,限部分國家,導航就是查起點終點 會提示你前方多少米拐彎等十二,播放音樂時,再待機、鎖屏、畫面或著畫面連按兩次向見 可以呼出控制iPort的窗口,比如下一手、暫停等也可設成相機等十三 輸入短訊時,仿動小i就相當於C、T、R、L加Z輸入畫面 仿動iPhone可提示撤銷操作如果你打字想輸入及Quad、度及Quad、小圈圈 這個單位符號時,可以在數字鍵盤上按住零不動,就會出現這個符號點14 瀏覽網頁時,可以點擊StatusPro狀態跳、快速跳至頁面頂部、機時本等通用 十五,播放電影、音樂時想快進或者倒退的速率單位更加精確的話 可以按住播放進到條上的小圓點不放手,並且原期播放進到條的水直方向向下移動 越向下移動,快進速率精度越高十六 在iPhone裡隱藏音頻文件,在iTunes裡選中你想要隱藏的音頻 然後又見顯示簡介在歸類中輸入Explicit 然後同步到iPhone中,在iPhone上點設置通用限制啟用限制 然後在下面的音樂與Podcast中開啟Explicit 就可以在iPod中隱藏你所有遺避著Explicit的音樂料 十七,Flag,Ape,僅適用於非憤軌文件 轉Apple Lossless一步到位,下一個Win Mount並安裝 然後iTunes裡編輯編號設置,再常規標籤下找到導入設置 選擇Apple Lossless解碼器,確定後找到下載的Ape Flag音頻後右鍵添加自新盤後會自動虛擬一個 C.D. 推動器,並讀出音樂文件,這時的iTunes就會自動詢問是否導入 C.D. 有Internet連接的更可以直接獲得 C.D. 軌道和相應信息,非常方便 P.S. 如果是分軌文件,即可用Fuber外加一個Apple Lossless的插件 可以實現轉換,或者Fuber,千千靜聽直接轉Wave後 導入到Itunes中,選中文件,由建創建Apple Loss版本也可實現操作 Flag,Ape轉Wave時,不會造成音質上的損失 因此這種方法轉的Lossless還是無損的十八 打字時輸入兩個空夾可以輸入及Quad Quad,可切至關閉此快捷 十九,點一下你最感興趣的位置,相機會自動對焦到那裡 限三GS4,20,有來電,按一下關機見證音,按兩下距值 1.21,患有長按向8秒可以終止任何死掉的程序 長按向加電源鍵是強制關機 2.22,關機狀態下掌按向加電源鍵 等出現蘋果後,放開電源鍵 HOME不放開,幾秒後可以進入DFU模式 可以連上iTunes進行重拆,用於固件拆機 小白神用 23,畫筒HUT與揚聲器位置 3GS右邊位畫筒,左邊是揚聲器 iPhone 4則相反點24 相機快門聲音不可關閉,但可看著揚聲器 唱去年5月4日,隔音效果很好 稍稍微